- 超神奇甜湯 - 我們今天再看 - 啊 - 我在煮甜湯啊 - 超神奇甜湯 - 看起來還蠻好喝的 - 對啊 - 而且我告訴你們喔 - 我們現在上了年紀之後 - 衣服有點細紋的啦 - 臉色蠟黃的 - 我告訴你煮這個甜湯 - 改三小的湯 - 你說喝這個就OK啊 - 超有效 我跟你講 - 而且 - 我告訴你還有另外一個功能很厲害 - 就是 - 我有一個 - 我有一個藝人朋友 - 我想跟你講 - 可是 - 他喔 - 有一個私密處干涉的問題 - 你怎麼知道 - 他還跟我講 - 沒有沒有沒有 - 他老公跟我講 - 本來他和他老公 - 兩個人感情超好 - 結果因為這個問題喔 - 女生就不喜歡 - 做一些有的沒的 - 然後 - 老公現在有一點不知道 - 不知所措 - 所以打電話問我說怎麼辦 - 我教他煮這個甜湯 - 開玩笑 - 超有效 - 你說這個戲文以外 - 還可以怎麼樣 - 可以改善女生私密處干涉 - 開玩笑 - 吃兩個禮拜跟打到泉水一樣 - 整個爆出來 - 永全已爆 - 對對對 - 所以這個效果真的很好 - 好嗎 - 所以這個喔 - 等一下我們喝喝看 - 好啊 - 老大煮一鍋 - 我們全部員工都可以喝 - 你們吃吃看喔 - 這不錯耶 - 這是你可能做過最好喝的東西 - 厲害 - 有泰國會主宰了 - 很厲害 - 來 這個東西齁 - 基本上 - 對身體很好 - 好吃耶 - 對啊 - 而且它有點乾 - 就是甘甜甘甜的感覺 - 那個是玉竹和麥冬的味道 -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歡 - 這我滿喜歡的 - 每天喝都可以耶 - 每天喝都可以 - 來跟你們講喔 - 這一碗湯 - 它喔 - 可以幫你全身進行保濕補水 - 如果齁 - 你的身體能夠保濕補水的話 - 欸 私密處的這個乾涉問題就會解決 - 但我問你它裡面放很多木耳 - 木耳有飽足感 - 如果用這個取代正餐行不行 - 可以 - 可以 這一碗如果你用它來取代正餐的話 - 當然你很多營養素還是要有嘛 - 蛋白質還是要有嘛 - 然後你的青菜類還是要有嘛 - 你把它拿來當作是 - 甜澱粉的那一個量 - 那絕對可以 - 而且還可以減肥 - 這可以減肥 - 對 可以減肥 - 我跟你講 - 這個真的是對女生的身體 - 男生的身體都超好 - 基本上你們知道嗎 - 這個是什麼體質的人很適合喝 - 叫做陰虛體質的人 - 怎樣叫陰虛 - 怎樣叫陰虛問得非常好 - 就是女生只要進入到更年期之後 - 就會呈現這種陰虛的感覺 - 但是現代人不見得要更年期 - 因為壓力很大 - 因為你們常熬夜 - 因為老闆很羈絆 - 因為這個 - 大家整天都吃一些烤炸辣的東西 - 所以會讓這個陰虛體質很快就有 - 現在的人大概30歲就有了 - 那你超過很多啦 - 但是我告訴你 - 它其實沒有 - 怎麼看陰虛你知道嗎 - 除了細文很多之外 - 還有一種就是看起來這個整個人比較乾 - 它沒有 - 你自己看它膨膨的 - 它都膨膨的 - 所以它沒有 - 所以膨膨的不膨它就是一個陰虛很主要的判斷表情 - 陰虛它等於說身體缺少水分嘛 - 所以你這個人不管胖很瘦 - 你會讓人家感覺一種嬌嬌的感覺 - 身體是乾乾的感覺 - 那我有乾乾的嗎 - 你沒有 - 你沒有乾乾的 - 你沒有乾乾的 - 怎樣的是乾乾的你知道嗎 - 我舉一個藝人的例子你們就懂 - 我告訴你獅比較重的 - 例如說像是 - 周遊 - 不要不要亂講了 - 她好說 - 不是啦 - 獅比較宋慧喬 - 她是比較膨的 - 她不胖欸 - 她是膨的喔 - 那我告訴你誰是陰虛型的 - 誰 - 例如說Angela baby - 你講得好像你在那邊看過 - 我沒有 - 我告訴你 - 你看那個鏡頭 - 你怎麼看得出來 - 我看過很多的患者 - 只要一走進來那一刻 - 我們醫生其實都已經在看他的體質了 - 看到你痘痘很多燥熱 - 看到你細紋很多 - 然後身體是比較偏向是那種 - 暗的 - 黃的 - 不是白的 - 像你這種就是 - 濕氣比較重的體質 - 宋慧喬咸的濕氣比較重 - Angela baby是比較乾 - 然後細紋多 - 她就很適合喝這個糖 - 那你乾性膚質的人是什麼 - 是你皮膚這一塊 - 本身就比較沒有水分 - 所以你全身就是 - 陰虛有分輕和重 - 很重的全身都很乾 - 你皮膚也乾 - 你這裡也很乾 - 很乾涉到 - 對 然後你的頭髮也會比較不容易出油 - 你臉也比較不容易出油 - 這個就是全身的 - 所以陰虛有分層度 - 有人很陰虛 - 有人不太陰虛 - 它就會反映出來 - 你全身只有兩三個陰虛的症狀 - 就像你之前有那個評量嘛 - 重其項 - 對嘛 - 類似是這樣子 - 那不可能說大家都照著疏倡生病 - 不太可能 - 所以就是你要去判斷 - 一個醫生去問 - 那你有沒有什麼狀況 - 你有沒有什麼狀況 - 綜合起來 - 我判斷你的體質是在哪一種 - 講那麼多 - 你要跟人家講話要怎麼做嗎 - 還沒有要教大家怎麼做是不是 - 沒有沒有 - 我很抱歉 - 喜歡分享訂閱留言 - 下次見 - 講完了 - 這一部大家幫我訂閱起來 - 我趕快教你們好不好 - 來準備的材料有 - 我們準備 - 玉竹十五克 - 麥冬十克 - 以及我們的 - 玄森十克 - 再加上 - 我們就坐在這邊講 - 蛤 - 每YouTuber都是很隨性 - 叫他們自己上網去查是不是 - 對啊 - 你怎麼這樣 - 我們剛剛不是有拍嗎 - 有側拍是不是 - 你有側拍啦 - 對不起 - 好來定 - 重新再講一次 - 重新再講一次 - 我們準備的材料有 - 玉竹十五克 - 麥冬十克 - 玄森十克 - 玄森十克 - 生地十克 - 紅棗以及枸杞 - 適量 - 像這樣子喔 - 然後我們就把 - 前面四種 - 也就是說 - 不是紅色的東西 - 給他丟進小布包裡面 - 然後 - 我們把小布包 - 以及兩種紅色的東西 - 入水 - 兩千CC - 去煮就好啦 - 我們煮滾了之後 - 再用小火煮十五分鐘就可以啦 - 然後在起鍋之前 - 加入適量的冰糖 - 去調整它的味道 - 然後 - 你就會得到 - 像這樣子的液體 - 然後這個平常 - 你可以喝 - 就保濕補水 - 皮膚啊 - 或者是濕密處的乾涉都有效 - 啊這個跟這個不一樣喔 - 這有加一些 - 對 沒錯 - 這個是加強版的 - 所以說老大繼續來教你們 - 這個東西我說 - 你可以每天喝對不對 - 因為它很方便對不對 - 再來如果你想要效果更好 - 想要補充身體的水分 - 想要讓皮膚滑溜 - 這些 - 這乾涉的問題解決更好的話 - 把這個糖水 - 當作是基底 - 你準備它兩千CC - 兩千 - 對 - 然後再加上我們的銀耳30克 - 切塊喔 - 然後百合20克 - 以及蓮子10克 - 用小火去煮滾之後 - 再煮15分鐘就可以了 - 就再煮一次是不是 - 對 - 再拿去煮一次 - 這個會更強大 - 因為為什麼 - 你本身銀耳就是有膠質的東西 - 它的那個滋潤力很強啊 - 然後我們的百合和蓮子 - 它可以清煮你的虛熱 - 也就是說 - 常常有一些人會覺得很燥熱 - 你睡覺的時候常常感覺到很燥熱 - 我告訴你 - 媽媽會有 - 我知道 - 失眠多夢更年期 - 失眠多夢更年期 - 然後手腳心熱 - 骨針炒熱 - 有聽過這個詞嗎 - 沒有 - 這一碗湯都超好 - 你快了 - 在十年你就有炒熱了 - 可能很晚 - 好嗎 - 然後煮出來就會變成像我們這一鍋了 - 然後讓那個題外話問一下 - 像是給我那個金翠銀啊 - 喝了是不是有 - 你說黑色的那一條 - 對對對 - 就是有類似的功能 - 什麼功能 - 什麼功能 - 吹琴喔 - 就有類似的功能 - 沒有啦 - 可是我覺得喝了很有感覺 - 怎樣有感覺 - 它是養生 - 它補血補氣 - 讓女孩子身體比較好 - 妳是說會有 - 情欲的發生 - 是嗎 - 你幹嘛 - 你喝完怎樣 - 真的 - 就會特別 - 把老鼠吸出來 - 那算了 - 那沒有不會 - 男生女生都是一樣 - 身體好了之後 - 你各方面都會比較好 - 你會覺得精神比較好 - 你會覺得說元氣比較好 - 你會覺得說肌肉比較有力氣 - 那我問你喔 - 就是說 - 像 - 狀況比較嚴重的人 - 喝這個可不可以 - 加上一些什麼穴道 - 讓它效果更好 - 穴道按摩 - 改善女孩子干涉 - 或者是這個細紋 - 兩個穴道很有效 - 一個穴道叫做神門穴 - 自己看位置 - 另外一個在腳上叫三陰膠 - 每天這兩個穴道 - 你去按摩它 - 它對於這兩個方面都超級強 - 搭配這個湯喝 - 你一下就看到效果 - 老大 - 那我除了喝這個湯 - 我生活習慣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嗎 - 基本上乾涉也好 - 細紋也好 - 生活習慣上面第一件事情 - 如果你喝不夠2000cc的水 - 你不要抱怨這個問題 - 你本來就會 - 好不好 - 水份喝得少 - 你一定本來這兩個方面都會 - 你皮膚本來就乾 - 你細紋一定多 - 你本來就會乾涉 - 含這個湯嗎 - 第一個叫做水 - 含這個水和這個湯都算 - 這個也算 - 對 2000cc這第一件事 - 第二件事情 - 不要吃那麼燥熱 - 因為燥熱它會讓你的火氣很大 - 火氣很大就會去把你身上的水份 - 給它煎灼掉 - 所以火氣會影響你的出油 - 也會讓你身上的水份 - 有一點像蒸發掉的那種概念 - 所以熬夜油炸壓力這一塊 - 也會造成你的水份比較少 - 還有另外一個要提醒 - 就是如果說你有這方面的問題的話 - 你可以多吃幾個東西 - 例如說黃豆 - 例如說山藥 - 例如說青木瓜 - 它可以去幫助你一些磁性激素的分泌 - 但如果你有一些什麼子宮肌瘤這個問題的話 - 那你就不要吃這一類 - 你敢吃什麼亞麻籽啊 - 櫻桃啊 黑豆啊 - 它可以幫你去平衡你的磁性激素 - 順便也把你這個干涉的問題處理掉 - 我真的是自多心耶 - 人家說一個有專業 - 然後一個這個有內涵男生最酸 - 其實我告訴你 - 我根本五官其實還好 - 五官還好 - 你有值得好 - 我是靠腦袋的 - 好嗎 - 我光用腦袋就讓你高潮 - 對 - 我說你啦 - 好不好 - 不能這樣子 - 直腸的性騷擾 - 好啦 - 這一道湯品 - 你一定要學 - 不管對女孩子的內在干涉 - 或者是對她的外表一些細紋都很有幫助 - 我建議就是 - 這個東西你可以一個禮拜七天 - 你都給它喝 - 這樣子一杯下去 - 它可以算在裡面當水量 - 然後六日的時候你比較閒 - 你就拿它來煮我們的木耳蓮子 - 然後這個兩天六日把它喝完 - 當甜點好喝 - 非常有效 - 好嗎? - 喜歡,訂閱,分享,留言 - 我們下次見,掰掰 - 拜拜 - businessman - 李便宜 - След堅 - 十分之下 - 是你 - 潮 - 抱貼 - 潮 - 星 - 登山 - 潮 - 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